我們現在就在大埔區附近 Stan Sir 其實大埔區的意思是指區市 你有聽過大埔舊區嗎 聽過,我以為是同一個地方 大家叫法不同 舊區是否知道大埔區在哪裡 其實大埔舊區現在已經沒有了 範圍是指臨川河以北 丁角路以西大埔舊區 天后宮附近一帶 現在的大埔區就是臨川河以南 和廣福路附近的地方 我還聽過大埔區和泰和 這兩個地方的位置調換了 所以研究這邊的演變 也是一門學問 我們馬上去找景點看看吧 我們現在就在香港鐵路博物館 其實它的前身就是舊大埔區火車站 原子上再改建而成的一個戶外博物館 它是建於1913年 大家可以看到 其實它是一座風格獨特的金字頂 再加上中國的傳統建築 現在也是法定古蹟 我很喜歡鐵路博物館 因為裡面有蒸汽火車頭 以及柴油電動車的車 可以讓人參觀和去看 Stan Sir,現在有很多車 都要用電去推動 其實蒸汽火車真的少買見 其實裡面的構造又是怎樣的 剛才你去過鐵路博物館 也會看過一些舊式的火車 你看到後面多數都會放一些燃料 這些燃料是用甚麼來製造的 碳、炭、煤 為甚麼會用到這些去製造 其實你剛才提及過,蒸汽火車 其實就是用甚麼來推動 蒸汽 那怎樣可以製造蒸汽 燃燒一些碳或燃燒一些煤 令它揮發出蒸汽 其實蒸汽主要是水,對吧 即是說這輛火車裡有一個地方 就是儲存這些水 然後當你燃燒的時候 那些水就會產生高溫的水蒸汽 透過水蒸汽出來的動力 推動下面的… 滾輪 對 令它可以帶動連轉的機械 令滾輪在路上走 除了這裡放煤、炭之外 其實火車裡有甚麼特別的東西 剛才我們也看過最原始的這一步 後面這個位置也是放煤 然後這裡有機組人員 負責在後面用鏟 把煤剷進去燃燒 燃燒的時候 其實就是燒一個水乾的物體 令它產生蒸汽 對,大概在這個位置 蒸汽就會向前走 當蒸汽向前走的情況下 下面的路會連轉機械轉動 你知道蒸汽不能在路上高得太久 由於壓力太大,它也會爆發 就會有煙通,要做甚麼 就是出氣了 對,把氣排出來 所以就是用這個方法去推動 去看看我們現在坐的鐵路 上面也要拉著一條線 即是路軌的,鐵的金屬線 即是在上面,就像這格 上面會拉著一條電線 列車是用電來推動的 這些電就會從上面的電纜拿 然後傳送到輪圓形成一個閉合電路 就是用這些電力 令輪圓進行轉動 而你看到上面會有天線的東西嗎 沒有,通常這些 對,所以最大的差別 就這樣有條路軌就可以走的 不過無論是現在的列車 或是以前的蒸汽火車 第一件事,它是不會轉彎的 它要跟著路軌才可以轉彎 所以這一種叫做路軌引導走的車 其實蒸汽火車除了靠路軌 還靠甚麼才懂得轉彎 基本上主要是由路軌引導轉彎 而且由於以前的蒸汽火車 或現在的鐵路列車 只懂得走前和退後 所以司機不需要理會轉彎 或是否轉彎 只不過有些機組人員 知道車如果需要轉彎 有人會控制路軌的撥動裝置 例如去到分岔位時 只不過知道是撥左或撥右 不過現代化的車 基本上很多時候都已經設定了 有些像電車一樣 底部有一些叫RFID的裝置 讓車要轉彎,讓車要轉彎 路軌便會自行撥倒 所以不需要手動 對 但蒸汽火車的好處和壞處有甚麼 我剛才想到一個 就是它的壞處會否是… 萬一它有甚麼故障時 其實是很難修理的 這也是,因為機械要在前面的位置 比較紮實,有些很重的金屬 所以它做的時候 真的要用整個車卡換 或是整個拿出去維修 以前這些列車有很多部門 這是第一款,最早期的 慢慢開始演變,越來越小 但隨著後載的發量又多時 它需要再大力一點 整輛車的進化又要變大 而且後面要拖著一個煤卡 到後期已經不再燒煤 可能直接用其他方法 就是用電動 所以不停地進展 列車最大的機頭 夠力才能拖著後面 不同重量的車卡繼續前進 如果蒸汽火車 萬一到中間有一個位置 在爐斷中間出現了問題 到底它們可以怎樣解決 可能要由另一個車卡來到時 將它拖走 然後這裡有另一架新的拖卡 扣回它 就可以帶動後面的車卡離開 聽起來其實這是一個缺點 萬一有甚麼失事 萬一有甚麼需要維修 其實相對來說有麻煩 對,而且燒煤的話 會造成大量空氣污染 對,所以以前通過隧道的情況下 通過後整輛車就會怎樣 很骯髒 但其實我們是否應該 減少用這個蒸汽火車 如果純粹用來觀光的話 可能要將它的設計有所改變 例如燒煤的時候 要想辦法令它完全燃燒 再加上排出來的時候 那些煙可能含有大量的二氧化碳 或者有其他微粒子 可能現在的過濾技術已經好了 可能排出來的廢氣的時候 先將它過濾 才排出來的話 就可以減低空氣污染 再加上蒸起火車的話 它會不停燃燒 其實前面這個位置很高溫 如果作為這個位置 控制火車的司機的話 其實真的很熱 會很熱 再加上在這個環境之下 你願意駕駛這輛車嗎 我願意當其中一個乘客 但駕駛就… 對,所以這些多數有些地方 都會用來純粹一個時段 可能讓大家去拍照、觀光 慢慢欣賞風景就對了 所以你會看到很多時候 蒸汽火車都會在一些 真是郊區的情況 被人觀光用 例如哪些地方 台灣也有,對 不過現在基本上大家都說環保 所以很多時候 以前的火車沒有一些過濾裝置 排出來的煙大部分都是黑色的 所以令環境污染問題比較嚴重 但現在基本上 觀光的部分都會有過濾裝置 過濾了一些炭、煤、黑煙 排出來的煙基本上都是白煙 大部分都是水蒸氣的煙 這樣就會對這個環境的傷害 就會減少一點 說到煤,說多一點你知道 現在就算在台灣用也好 或者到處都好 觀光用的一些蒸氣火車 燒煙是高質煙 完全燃燒的話 就可以減低空氣污染 以前的煙不知道裡面有甚麼物質 所以燒出來就有很多不同的成分 變成有黑色 可能也有其他毒素在裡面 大家都不知道 所以現在真的要燒煙 如果燒煙蒸氣火車的話 煙一定要高質煙 減低空氣污染 即是要高質之餘 也要過濾了的煙 才可以讓人觀光 做這個蒸氣小火車 沒錯 事不宜遲,不如我們開來看看吧 好,在這裡 對,很有感覺 在上面真的有些煙飄出來 對,而且你留意到 如果真正一輛蒸氣火車 它驅動的話 可能是下面一組的輪胎 前面的就是有些聯邦運動 去幫助輔助向前走 其實看到後面的輪胎沒有移動 主要是前面的車身輪胎 對,所以後面的車輪 真的不會特別移動 主要是靠前面的機頭 帶動後面移動 而且有時看到電影的情節 都是很容易後面的輪胎拖出去 對,所以有一點很重要的 就是路軌的距離必須平衡線 路軌與路軌之間的距離 永遠是一樣的 而車車底部的輪胎 的距離也要一樣的 如果有些偏差的時候 轉彎高速的話 車輪胎可能會怎樣 就會脫軌 脫出去 但當它脫了出去 很容易帶到車身也會脫出來 對 但其實當初這些蒸氣火車 他們適微的原因 會否因為電的鐵路變多了 當然,因為用電去驅動的列車 變多了 而且用電的話,速度又快了 最重要的是 你如果坐在一輛蒸氣火車裡 沒有電的情況下,會很熱 用電推動的列車 你看,全都是密封的 對,裡面有些很舒適的裝置 令你坐得很舒服 坐得很舒服 是嗎 你這樣說完後 我就想起冷氣 又或者去到日本時 有些暖氣 這些都非常重要 對,因為再加上 用電來取代的時候 沒有那麼多黑煙排放 其實一方面比較環保 另一方面,其實蒸氣火車 如果你真的坐過的話 你會聽到很吵 吱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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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吱 對,因為第一是機械的聲音 第二是裡面不會開冷氣 所以基本上你會聽到 列車走的時候震動的聲音 所以在裡面坐,尤其是在隧道 就會更加吵 但如果你換了,就是用電的話 基本上在一個密封的環境下 裡面又開冷氣的話 就可以減低噪吱的造成 再說一件事 大家用的材料也不同 以前是用一些鋼材 去做一輛蒸氣火車 所以會比較焗吧 很重 變成本身的車身也很重 甚至乎高鐵列車 有些部件是用… 子彈列車 對,是用竹來做 可以將竹和鋼材混合在一起 令車身變輕了 硬度又高了,又硬度又高了 變成車身變輕了 變成用的能源也會怎樣 減少了 減少了 變成大致環保為原則 所以又可以減低噪音 又可以減低環境的污染 希望其他蒸氣火車可以改良 令炭、煤、排火 沒有那麼多客厭之餘 聲音可以減少一點 很高興 來看看這條旅行並發生 這條是… 深明安全的回合 這條的霍腹橋 在四方旅行 車第6方的孫行 但要付錢去環水道才能過渡 後來人們覺得水道太麻煩 不如直接蓋橋吧 話說以前的橋道是怎樣蓋的 根據以前的資料 看以前的橋大多都是用石頭 慢慢砌橋椅 然後在上面放一些長形的石板 形成一條橋 主要材料都是石 也正常,因為重一點 感覺算是穩固 其實重不重不是重點 最重要是想想怎樣蓋 這個才重要 不如這樣吧,我教你吧 好 Stan Sir,起橋的重點是甚麼 穩固 沒錯 之前也跟你說過 這件事我記得的 要告訴觀眾 以防大家不記得 就要把兩個紙巾壓平衡 如果你們只放一張紙上去 其實所有材料都會倒塌 所以要摺一個類似線形的東西 就會有很多角位 很多三角形 它就可以支撐得到 放在這裡 然後放上去 這樣就可以了 這個當然是穩固 對,但你始終都是紙 所以很講究放在這裡的物料 是甚麼 我換了一些粥塊 你看看放進去會否比較穩固 粥塊放進去應該會更穩固 你試試再放火車進去 看看能否承托 或者你斜地放 是否更加穩固 是 所以用的材料也很重要 如果你真的要建一條橋的話 你一定不會用自己 說起這些粥塊 你知道以前有一個人很厲害 簡直是Stam之父 每個士兵在500年前 在古羅馬年代 帶一枝棍去打仗 是誰 達文西 對,他很厲害 有些追兵來的時候 他要過河 立刻一人一枝棍就建一條橋 這個就是達文西橋嗎 沒錯,另一個叫重力橋 建建後,所有士兵通過河後 拆了一枝棍,整條橋就倒閉了 有些追兵就追不到你 其實挺有趣的,想試試嗎 可以 你可以試試用這個裝置 我先示範一次給你看 這個是簡易板 是用木製造的 中間有些粒塊 中間的粒塊向上 讓我放一個完全體的木條 然後我們的做法是一個H形 把這個H形基本上重複這樣做 對,這裡的粒塊扣著 然後下一個的話 中間的粒塊向上 這樣扣著它,一個扣一個 如果這條橋會慢慢重複這個動作 很多次的話 這樣就已經比較緊 你現在試試按一下 是否已經結實了 再繼續延續下去的時候 就是了 不停地把H形重複 對 這樣就可以令它更加穩固 對,你真的說得對 好 感覺上是相當安全的 對,它是很固定的 對,由於你這樣看下去的時候 其實一個扣著一個 形成了很多不同的槓桿原理 大家就是支撐著大家 所以在這條橋 承擔的重力是可以很大 當士兵走完的時候 過河了,追兵來了 他們只需要拿起橋的其中一個部分 例如這個 你拿起橋,你看這條橋 已經崩潰了 所以追兵就追不到你了 一開始我以為達蚊西橋 可能只是把木、粥排出來 然後人們走過去就算了 但想不到他們會做一個 這麼堅固的橋 我做完了,然後就… 到你自己做一次 根據剛剛看完Stam Sir的教學 應該… 以我的領悟能力 應該沒有太大問題 然後放這個進去 這個就變成中間 這個就變成下面 然後放在那邊 不錯… 是嗎 其實你會看到整個動作 好像編程重複地做 基本上你做了第一組的話 第一組沒有錯 對,其他後期 你後面跟著做的話 就可以做得比較快 以及比較穩妥 你可以嘗試在那邊發展 以我的記憶力應該是沒問題的 完成了 好,然後你嘗試把車放上去 很穩妥 其實我們要看另一個位置 與地上摺的兩邊 一定要是寬的 不能夠窄 對,譬如我現在拿起這個 你把這兩枝棍換成最窄的位置 我要拔走這兩個位置 然後把它放進來這裡 然後這個又把它換到這邊 好,如果它被窄了 你看看這條橋還可以這麼穩妥 是不行的 對,它走的時候會遙遙欲罪 所以那條橋是摺駁地上的地方 要寬闊 你才可以比較穩妥 其實這個原理又叫甚麼 這也是一個槓崗原理 如果我們要建築物穩妥的話 下面的腳,像我們平時站著的時候 兩隻腳輕輕抹大 你就可以把重力左右兩邊分散 但如果你這麼窄的情況之下 好像兩隻腳合起來 你也會覺得累一點 所以原理就是把它分開一點 力就會在左右兩邊分散過來 這樣就可以更容易支撐整條橋 你會看到這個叫重力橋 現在是一些入筍、倒勾的設計 你向下比它的熱力越大 它承托力就會越高 當然也要看看它會用甚麼物料 現在你用木做的話 它也不能承托得太重 對,如果整個學生的書包放上去 它就會變爛 一條橋始終很小 但你可能用一些比較堅硬的物料 例如竹、長、粗、粗 你承托幾個人上去也沒問題 因為這個橋 其實在50000年前 已經有這樣的設計 但又好像沒有實施出來 為甚麼 因為當時想做一條跨海的大橋 而下面是中空設計的話 可以讓船在下面經過 但由於當時要做的話 可能成本比較高 所以未必可以完全實現 只不過現代人 拿回達文西的文献去看的時候 真的可以試一條做一條真 用物理學去計算的時候 那條數是對的 於是你看到挪威現在 現在就真的建了一條這樣的橋 現在基本上 如果在家裡沒有工作 也可以用筷子 也可以自己試試砌 先砌一個H形狀 記住中間的那條 就在那兩條的上面 然後你可以一步一步搭下去 也是一個槓桿原理 由於你用筷子做的話 也有一個缺點 它沒有那些筍口位的情況下 你就要怎樣 每個位置就要自己去調校 所以你就要令它做到支架 例如這個做了之後 你輕輕按下去 也會感受到重力橋的樣子 對 也有些人試用雪條棍 可能會比較容易 但雪條棍未必可以承托到重物件 所以其實造橋不只有一種 除了可以用一個稍微有割面的 一張紙去承托一件物件之外 其實用木、用竹都可以做得到 而且可以更加堅固 對,所以下次有時候坐車、坐船 看到那些橋的時候 也可以觀察一下不同的結構 還有很多不同的橋 讓你發現是把力量進行分散 Sam Sir,在大埔的富善街 和崇德街的旁邊 有個七月封水井的古墨 有百多年歷史 當時要替居民解決食水問題 雖然現在封了 不過也是大埔其中一個 具有代表性的歷史遺跡 現在還有古井遺跡 在香港來說也算挺厲害的 不過這個應該是封水井 是一些祭祀日子也有人來拜神 大家可以過來這邊的時候 也可以看一看 好,今集時間差不多 下集再見,再見 記得訂閱這個YouTube頻道 更多ViuTV的足本節目 將會定時上架 按鈴鈴,一有新片馬上通知你